接著我們來做題目 第一題非常簡單 就是學測也考過類似題 講法左邊去秤 秤出來大概多少 好像是45吧 還是40 右邊秤出來多少 好像是20 左邊秤40 右邊秤20 那浮力多大 那浮力多少 2 你們說B 這就是什麼 浮力一定是什麼 浮力一定是減輕的重量 空運重重減量 意中重 所以空運重重多少40 意中重多少20 所以就40減20 答案叫做20 有個物體 在空運中重500 完全木入水中重400 問液體密度 老師說 從最後的問題想起 最後問我密度 問自己 什麼是密度公式 密度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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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分自然 你需要知道質量 güc 你需要知道體積 billions 還需要體積 問自己 有什麼公式跟體積有關係 它一次沒入水中嘛 相反是浮力 浮力有公式跟體積有關係嗎 浮力有公式跟體積有關係嗎 有啊 浮力就是什麼 減輕的重量 不利率是排開的義重 排開義體的體積成義體的秘錄 注意喔 這個V端案是叫做排開義體的體積 不是物體體積 也不是義體體積 但是如果我沉下去 如果我沉下去什麼意思 就表示我排開的體積就是我的全部體積 就是我全部的體積 所以這個V端就是我現在要的物體的體積 那現在變成你要求誰 你要求V端 你知道義體是水 那你需要知道什麼 你需要知道福利啊 所以題目變成怎麼樣 求福利啊 福利怎麼算 我像你貝航公司 一個用藥剩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是減輕的重量 公益中的重減掉 義體會不會重 有沒有公益中的重 有 公益中的重 有 所以減完一把 所以福利就一把 然後帶進去 體積就是一把 這個V端案講過 這個V端案是排開義體的體積 因為這一體是沉下去 所以排開義體的體積就是物體的體積 就是物體的體積 就是物體積 就是物體積的體積 所以換個算 答案是你 所以答案選出 可以嗎 有人問答案嗎 沒有 換你 多少 跟剛才完全一樣 除了數字不一樣之外 跟剛才完全一樣 除了數字不一樣之外 想法做法都完全相同 請問你 他的密度有多少 停車戰界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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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小停車問問 7-7 多少 C 你選C 請坐 跟剛才一樣 跟剛才一樣 最後的問題想起 公式什麼玩意兒 B等V分之二 要找V 這題是福利 福利公式有V嗎 有 V.D 排開一體體積成一體密度 因為沉下去 所以排開的體積就是物體 體積就是我要的體積 就是我要的 好 所以現在變成求誰了 變成求福利對不對 因為我要求福利不讓人 我知道B 可是我不知道B 所以我要知道B 然後公式用掉一個 剩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要做什麼 空中做減掉 地中做 所以減完這二十到二十 好大回去 C 體積就是多少 二十 那就有啦 所以答案是五十 所以我們答案選C 是這樣 這就是 這就是一些 我們的福利原理的應用 我不見得直接問你福利多少 我感覺問密度也OK啊 想法基本上都是相同的 就是用那些 福利一定是減輕的重量 空中的重 其他體重的重 福利一定是排開的義重 排開議題的體積乘以議題的密度 再說一次 把這場公式給我備好